今年3月在一場音樂的座談會上 台北市長柯文哲跟黃玉玲 為了窮要定在水一方的原唱 究竟是誰爭論不休 當時柯P認定是一部巨星 鄧麗君所唱 黃玉玲則堅持是鳳飛飛 但現在發現都不是 昨天70年代的玉女歌手江磊 自己跳出來 宣布她才是原唱 也趁機教育了這群音樂人 回擊她們不專業 江磊在經紀人夏宇順的邀請之下 將會在今年的8月7號8號 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的 世紀巨星風華絕代演唱會 來重登舞台